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上海的小资文化和买办文化 上海本地人择业第一选择是进入外资企业 按时上下班周末享受生活 互联网公司的快节奏高强度工作从底子里是被抵制的 而上海又是个大融入 外地人进入上海很容易被这种工作生活方式所同化 上飘始终缺少类似北京北漂的拼搏精神 年轻人择业不首选互联网 大量上海的互联网创业者年龄超过30岁 缺少破釜沉舟的气概和焚高计轨的吃苦精神 上海的创业成本高 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原因 上海的人均工资高 创业公司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才能找到人 而且上海人更看重眼前利益 不会为了遥遥无期的积权变现而放低工资要求 另外上海的房租办公室租金也都不菲 以同样的成本在北京杭州深圳能找到更加适合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人才 从人才的角度看 上海并不缺金融类的人才 但相比北京技术型人才也并不多 缺少政府扶持和引导 缺少创业媒体 这也是各方公认的一个原因 和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出台 各项扶持互联网的政策相比 上海是金融中心 占据长江入海口的有利位置 是进出口的汇聚地 赚钱容易 自然条件也非常好 上海没有必要刻意扶持互联网 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不愁 另外上海缺少创业媒体 本地的创业者得不到太多关注 在估值融资上也多少吃亏 同时缺少媒体的搭台 本地的互联网 同行要聚拢 起来并不容易 在这打一个广告 一欧自2015年8月底进驻上海后 通过常规性的线下活动 为助推上海的互联网氛围 做了不少贡献 当然上海的互联网并不是一无是处 即便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了 但根植于上海地区品质生活的 O2O和互联网家 公司依然很多 其中有不少有全国影响力 如饿了吗 陆金锁 河马 U掌柜 泰迪 车轮 土虎 运满满等